特朗普政府可能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第三轮关税 加以至市场担忧的情绪 亚洲股市跌多升少 海峡时报指数星期三跌破3200点的心理关口 昨天再度走低 闭时报3148点 本周市场的表现可以算说是多半下跌的 那么有些市场 比方说香港那里有时一天会暴跌2% 可以看得出这周的波动率也算说是偏高的 其中年龄我们可以看得出就是在新西市场先前的这个下跌 也开始影响到了那些叫发展的市场里头了 比方说土耳其号阿根廷那里先前他们的外汇贬值等等 开始影响到亚洲这里来 我们这周也可以看得出就是说 比方说这个印尼市场那里也开始有较高的波动率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新西市场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危机呢 当然部分年龄是有关于这个货币政策 那么随着美国那里调高上货币政策 而且减少美业所购买的这个债券呢 那么可以看得出就是资金开始从比方说新西市场 流到美国市场里头 那么因为这个资金的关系呢 那些基础较差的经济经济呢 都受到一定的影响了 展望下周 中美贸易战的发展依旧牵动市场神经 刘锦树也提醒投资者关注美国通货膨胀率 对美联储加息步伐的影响 美联储局那里呢 即将会在9月5月的时候 进行他们最新的这个货币政策决定 那么我是觉得要是新来的数据显示通货膨胀加速的话呢 那么很久可能呢 在2019年呢 美联储局会继续的加息 那么这就有可能会造成更多的这个市场活动率了 感谢观看